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刚在过来的路上呢 下面问了我问题说阿米 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有些我们一些朋友问我 你现在全世界是做跨境专辑 包括你为什么会跟我们一起来这个酒庄 其实我反而想问你 你作为一个你很资深的跨境电商的服务商了 也真是从一点 怎么会去做酒 而且跑到了酒庄了做酒 跑到西班牙里做酒 我作为一个在跨境电商里面做多年的人 我觉得做酒第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酒 我喜欢红酒 我喜欢自己在家 在办公室 跟三五好友喜欢品一些好酒 然后我希望把这种快乐的感觉带给我身边的所有人 然后因为一些某些契机 然后就跟我们的西班牙酒庄的庄主 安杜利尔 然后节远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酒 我们想把西班牙本土的最好 最有性价比的酒 带给中国的消费者 带给我身边的朋友 然后让他们能以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然后能尝到西班牙本土的红酒 底下是广告 我们可以把它参加的 这些都是广告 我们参加的 这个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起喝的 我们是什么 其实我对酒不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喝酒是很厉害的 这里的酒 你可以看看这里的天气 这里的阳光 这里的土地 然后这里的人 然后你会感觉到整个的 给你的感觉都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那它这里的气候 就是淡造的这个 整个葡萄的品种是非常优良的 那在这里的人 然后把这种热情我觉得带到了这个酒里面 然后你在 跟品味这个酒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整个的你的声音会得到非常的愉悦 它从一些低端的这种 这种入门级的酒到 顶级的一些百年脑腾的话 它整个的感觉 会让你感觉整个层次感非常鲜明 然后你会让自己也会感到在那里面的一些文化 我相信这个文化在中国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大家都会愿意在三五好友在家里面去品尝这样的 不仅仅在家里面 还在办公室 对对对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我们的办公室喝酒 我刚刚跟教练说我最快应该晚点我搬个房子 我一定要有个地方去做我们的厨房 这厨房里面我会给大家做饭 对我会给你们做饭 然后还有酒 那我不知道这酒是来自你们的还是谁的 好疑问 跨境阿米秀的所有厨房里面的酒柜女的酒 全是我中链全球全中国重品优的红酒 然后 OK 还有 这个都广告我们都能看 所以所有的好朋友们去到阿米那一定要尝尝他的酒 因为你尝他就是尝了西班牙的酒 尝了我向雷的酒 这个我们说跨境电商虽然它很新 但是它发展很快 对而且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酒 还有其他我们就有些朋友在做像其他更多跟电商相关延伸的东西 其实跨境电商不仅仅说只是卖货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对 江蕾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那我们当然是要预祝这个中链全球 包括我们这个Mr.Antoni的这个酒 会走向中国走向全世界 是的 最后我就等着他的酒了 不用讲中国了 谢谢 拜拜